在澳门也能轻易找到的世界之最 便是位于二龙侯公园的缆车 这是世界上路程最短的缆车 这缆车价格多年来也维持在让人惊讶的便宜 所以是很多本地家庭的亲子游景点最佳选择 缆车缓缓移动 不但可以在澳门 可以从高空俯瞰公园全景 更可细细欣赏岁月给澳门旧区带来的特别味道 仅一分二十秒 缆车便已到达松山山顶的松山市政公园 除了呼吸山上清新空气外 也可参观防空洞 下次来这里 不妨体验一下每个澳门人的集体童年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岁月威力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岁月威力达